HBO30周年国际篮球邀请赛 7号进行冠军战 重演本届HBO南甲级冠军战戏码 能人家商对战松山高中 能人家商派出完整主力班底 搭配教练林郑明的儿子林廷谦 而松山高中只有林郑搭配第一年级球员 第一节能人的后卫高成恩就不断截球快攻 使得松山开截就落后了23分 第三节能人家商再加码三分火力 单节轰下36分 最后大胜松山高中 松山当然他的阵容不是那么完整 经验当然比较差一点 当然防守做一些压力的话 所以造成他们很多的失误 反台效力能人的林廷谦 在冠军战有18分久篮板的亮眼表现 帮助球队拿下国际篮球邀请赛的冠军 应该是算很开心吧 因为也终于算圆梦了 然后在爸爸的球队里面打球 当然以他目前他的整个经验嘛 成熟度势必会比他们好一点 再加上队友对他也信任 所以说整个在公司上面 大家都很放得开 不管在做这种传切啦 或者转换上面啊 因为好像总觉得有他在 大家好像都觉得 好像有一个很稳定的作用在 结束这次赛事 林廷谦将返回美国 参加AAU的全国锦标赛 希望能落脚理想的大学 延续篮球梦想的道路 帮助也计算字任 我也不跟我们一起 也不知道 不跟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来 不跟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来 因为我们一起来 的 车